五千億元報帶到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我們看今天 這個平面媒體的頭版頭條 特別提到散戶的歸隊 特別是我們看到 上市上跪的融資 終於突破了兩千億之上 而且目前停留在台北股市 在萬點之上 天數已經來到第五十六天 再兩個禮拜 再三個禮拜 台北股市停留在萬點之上 渴望在天數上刷新記錄 可是這真的是好消息嗎 我們今天第一個 要從一個角度觀察 就是全球的債券 天王嘎拉克 他說放空不能再等待 我們看台北股市在昨天 出現了開高急殺的震盪發展 大家就有個疑問 因為昨天量是今年來的最大量 一萬零六百點 需要做主力換手嗎 觀眾朋友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種開高大幅震盪 是主力要做換手的一個跡象嗎 這位置會怪怪的 明明在相對高點 還需要換手嗎 果不其然 在今天台北股市就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下跌 指數中場是下跌的將近百點 下跌的九十八點 我們在昨天節目特別提醒 觀眾朋友注意到 從過去這一個禮拜的交易日當中 從期貨市場的五分鐘大量 可以很明顯地看到 扣掉那天 這個城市交易的停損賣單 事實上我們看到很明顯的空單已經站在一個非常明顯的攻擊角度 所以是不是放空真的不能再等待 這禮拜就是全球股市最終的終點站 所以我們今天要特別從這個角度做觀察 那另外我們看到 隨著這個全球的金融市場的氣氛 緊張氣氛升高 第一個日元升破了一百一 這是一個指標 第二個觀眾注意到 黃金在昨天跟今天都出現了走高 這是第二個指標 那第三我們觀察 人民幣在今天下盤狂升 那人民幣再刷存在感 這又是哪一招 大陸的經濟 特別是商品市場或是股市房市 是不是有泡沫的壓力 所以這次中美金融市場 會不會同步出現一個轉折跟危機 我們特別請到三位來賓 好 第二位請教是資深財記者丁萬民 好 第二位請教的是分析師坦克爺孫怡婷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分析師大K曾煥文 五七金錢報 帶你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